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做的这一期视频是好物分享 其实我之前拍上一支好物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可能这个好物分享的单元不会特别的频繁 因为我自己是不想通过要做这个视频 然后就变相的鼓励自己去买很多滑而不实的东西 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了 我找的这一些都是零零碎碎的 涵盖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单品 而且价格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就想分享给大家 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并且也觉得很实用 我首先要分享的是我脖子上戴的这一条项链 它就是一个那种Safe Tipping 看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有一个女生她戴的这一个 在网上搜了一下 然后发现它是APM Monaco 他们家的一个饰品 我也是在网上犹豫了很久 就是想说要不要下单 抑制住了冲动消费 没想到我去Selfridges逛的时候 因为Selfridges它地下有一层负一层嘛 本来是去上洗手间的 结果出了洗手间发现 APM它的柜台就在那边 我就试带了一下 其实它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这种银色 还有一个是金色的 我已经有很多金色的饰品了 所以我就想买一个这种银色的 其实当时我还是有一点犹豫 我就想说要不要买 然后我就问她说 我说那你这个银色的 如果它发黑了怎么办 她说一年以内是一个guarantee 除了Selfridges的门店 你是可以把这条项链 带到其他的任何门店去 它就会帮你免费的清洗 所以我听到这一个我还是比较心动的 因为银饰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它变黑嘛 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非常的特别 我也很少见这样的比较个性化一点的 伦敦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去Selfridges的副一楼 看一看 然后试戴一下 第二个想分享的也是一个项链的单品 Carrie Elizabeth 之前其实我拍照拍视频什么的 已经有展示过这一条了 它是那种蓝色像小石头一样的 然后戴上去就是非常的精致 不太起眼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注意到你的话 他就会知道你这个人是比较讲究的 有精心去搭配过的 而且哪怕你穿一些那种威脸 戴上这细细的一条的话 非常的好看 这一条其实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马修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当时我打开的时候我也觉得 这个人真的还挺会挑的 很喜欢 因为其实说实话 马修算是男生里面 他品味还是不错 这个他是完全瞒着我自己买的 自己选的颜色 我也去官网看了一下 他也有很多其他的 好像白色吧也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很特别的 我第二个想要推荐的好物呢 是这一支口红 这个Tom Ford 他是细的白管的03号 打开之后 我其实就用了两次而已 他是这样子一个颜色 因为现在冬天了 我就一直在找 就是一款奶茶色的口红 这一支就是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比如说你其他的眼妆画得很浓 然后需要有一支 看起来会有一点气色 但是又不会太浓艳的一个口红色 我就觉得这一个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个电视剧 叫我在他乡挺好的 就很流行吗 然后我就去那个豆瓣的小组看 他就推荐给我那个小组 然后我就看小组里面有人在讨论说 周姐就是演那个乔西成那个演员 周姐的口红色号是什么 因为看起来真的就很自然 不排除他有打光的原因 然后我就在那蹲就看有没有人去回复 结果后面有人就真的蹲到了 然后说周姐自己在小红书上面说的是一个 Tom Ford系白管的108色号 然后刚好那天我出去剪头发 可能你们也注意到 我现在头发剪得特别的短 就想说要去试一下 结果辗转 我就觉得如果是在伦敦的小伙伴 你就直接去Covn Garden的那一个 他说是欧洲最大的 Tom Ford的旗舰店 你就可以去那一家直接试 他里面色号非常的齐全 找了很久 我不知道这个108应该是前几季的色号吧 就是找不到什么Selfridge Phenick John Lewis我全部都走遍了都没找到 然后最后到了Covn Garden的这一家 我就去试了一下周姐的用的那一个108色号 但是我说实话 对我个人来说 108这个色号显得有一点浅 有一点偏粉色的浅 所以我看起来就是整个人wash out 然后就是非常不适合我 我就犹豫了很久 我到底是要跟风买这个色号呢 还是说找一个比较适合的 我在等的时候 我就看到小红书上面有人说 03号其实也就是稍微深一点点 跟这个108相比 但是呢 他们其实是属于同一个色系的 我就说可不可以试一下03号 结果试了一下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一个奶茶色 它不是特别的抢眼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也是属于很日常 不要去网上只看试色 因为每个人哪怕是唇色跟你一样 肤色跟你差不多 但是你每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 有的人他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姨妈色 有的人他可能比较适合稍微偏粉色一点的颜色 或者是偏橘色 但是我觉得口红不仅仅是你的肤色 还有你的唇色的一个tickbox 它反而是你自己个性的一个象征 那我觉得这一支口红的话 很适合平常上班时系的我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淡然 不会抢眼 但是呢 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也有一些人在问 这个色号和之前雅诗兰黛很流行 大热门的大表姐号420 那有的人就问说 他们两个是不是很像 我自己也是有420这一个口红 已经你可以看到图片上 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我上班经常用的一个口红 但是我觉得420呢 它稍微再深一点点 在我自己嘴唇上 那可能就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自然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又自然 但是又不会说特别偏粉 偏幼稚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真的是特别推荐这个色号 如果你们就是当地也有 Tone 4的专柜的话 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这个03色号 因为我也是在油管上面 看了很多视频 去试这一个色号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我这几年一直在找一个 比较适合我自己的睫毛膏 大牌我也用过 稍微评价的日系牌子我也用过 但是它主要就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要么就是它会刷的时候 它就会结块 要么就是过了几个小时 你就会发现 怎么眼睛下面黑黑的 非常不好看 也是在豆瓣上面看到这一个 爱丽小屋的一个睫毛膏 我觉得这一个算是很评价吧 就是哪怕是刚刚学习化妆入门的女孩子 也可以去投资的一个 它这个是叫Curl Fix 线长型的 我自己已经试验过很多次 就是它不会结块 它刷出来真的就是根根分明 而且很翘 而且它不会有那种黑黑的在眼睛下面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发现的宝藏 有的时候逛豆瓣就会发现一些很好用的东西 大家就会互相推荐 那我也希望我做这一种好物分享的视频 也是给大家一个不用花很多钱也可以买的一些生活使用好物 下面我要推荐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让你口气保持清新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Listering的它叫薄荷含片吧 对就是这个 那这个呢 我每一个推荐的东西都有一个小故事 之前我不是跟一个朋友去巴斯旅行吗 然后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片这个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因为他之前在澳大利亚生活 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是实体店的话 是澳大利亚好像和美国才能买得到 但是英国你要买的话你就只能在网上买 然后我吃了一片之后 就是口气特别的清新 然后特别的舒服 也不用像比如说你嚼口腔糖这么费劲 而且你嚼口腔糖你还要找地方吐 我就觉得很不方便 这一个的话它就是小小的一小盒 如果你买的是这一种的话 它里面就有三小盒 你看这一小盒里面 它有24张 你这个也可以放到你的包包 哪怕你包包再小都可以放得下的一个东西 99%的口腔细菌都可以消除 同时你也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举两得吧 而且它真的鞋带很方便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购买 我今年夏天很喜欢穿的一双鞋子 就是这一双CADS的小白鞋 那我发照片在网上的时候也有一些豆瓣的友林 就是在问我你的鞋子是哪买的 其实就是这一双 然后它是一个皮质的 它不是那种帆布的 那像英国的夏天又非常的凉 所以就像我买的那个Ancient Greek 有一双我还挺喜欢的凉鞋 而且我等了很久才等到色号 我可能这个夏天就穿了两三次 因为它真的就是不是那么经常穿凉鞋的一个季节 在英国的话 所以我就需要有一双不那么像去gym穿的那种运动鞋 但是又比较适合走路的 特别是如果你去旅行啊什么的 你就可以穿 而且要比较百搭 比如说裤子也行 裙子也行 长裙短裙什么的都可以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一双小白鞋 那我之前是很想买一个那个法国的大热的牌子 就是有一个V字的那一双 本来前两年想买的 幸好没买 因为现在已经烂大街了 就是街上所有的人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大概都是在穿那一双 我也去专柜试了一下 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然后稍微好的那一款的话 它上脚看起来有一点大 就是如果你穿那种比较秀气的裙装 可能真的不是很适合 然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就一直继续在网上找 然后就看到这一双 这个Kens这个牌子很多人推荐 那这个牌子里面 它当然也有就是一般的帆布款 我就想说买一个就是带皮质的 那这样子如果它脏掉以后的话 我就用水擦一擦就可以了 然后当时就看到这一款 我这个是最后一双 因为我的脚是36码 这个是36码半 整个网站里面只有这一双 当时我就一直在犹豫 说要不要买 还是说再等一下36码 然后我就subscribe 因为它就会通知你 如果36码到货的话 它就会发邮件通知你 我等了很久 它都没有到货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 我说36码半 我买到如果真的太大的话 那我可以退货 然后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 我都已经 因为好像是14天 还是21天以内可以退货嘛 我已经等到就是快要 不能退货那个时间 36码还是没有到 然后我还发邮件去问 人家根本就不理我 就是可能真的卖的很火热的一款 然后后面我想说 好吧那我就把那个鞋带 把它弄紧一点 这样子走路的时候 它就不会掉脚跟 因为我看评价 有的人就说 比如说它的脚跟 如果那一块 就是带不起来的话 就是走路起来就会很累 然后后面我就等 等了好久 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就是要把这一双36码半 比我自己的脚 大半码的留下来 没有评价里面说的一些 比如说很磨脚啊或者是脚磨出泡 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我穿了袜子 就是那种穿袜 所以就还好 我今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场合 除了一些稍微比较正式的 或者是朋友的生日聚会啊什么的 我所有夏天的一些照片 还有视频里面 全部都是穿的这一双鞋子 因为它真的很好走 非常的百搭 就是裙子啊裤子啊 什么都可以 同样在这个夏天 我用的包包 就是只有这一款包包 伴随我过了整个夏天 这个绿色的小包包 因为当时就是突发奇想 想买一款浅绿色的包 然后我一般买包 我不会直接去搜牌子 我会搜我想要的颜色 还有类型 我就去搜 sage green shoulder bag 就是去搜这样子一些关键字 然后就弹出来很多不同的网页 不同的品牌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大家很熟知的 什么白发这样子的网红品牌 但是我觉得我买的诉求 主要就是说可能出去玩的时候 一些非正式的场合 我就背一个这种夏天嘛 就背一个这种颜色的包 让我打开的话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有一个隔层 你就可以放你的卡呀什么的 其他的全部可以放在这里面 就比如说你的纸巾啊 然后你的消毒液啊 还有你的手机啊什么的都可以放这里面 就可以这样子跨起来 你看就这样子跨也不贵 就是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我纯粹就是在网上随便搜 然后很喜欢这个包款 然后我就下单了 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是减价 可能就30磅而已吧 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 可能这个包这种腋下包 可能过两年就不流行了 不想花太多钱去买一个特别贵的 主要就是拍照好看 然后摆搭就可以 所以当时我也就毫不犹豫下单 没想到我的利用率直高 我就觉得真的买的特别的直 它还有很多很多颜色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官网 它也不是说很昂贵的一些材质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坐上车的时候 我就随便扔在一边 我也不用去心疼 它的包包会不会刮伤 反正我就觉得很适合日常 非正式场合用的一个包款 最后的这一个毫无推荐呢 它也是一个包包 也是我在上一期开箱视频里面 介绍的这个包包 就是这个Wonderer的 我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它的不管是它的颜色啊 然后它的形状设计 还有它的实用性 因为又可以手提 然后又可以斜跨 或者是单肩都可以 它里面的容量也挺大的 就是上一支视频里面 我已经展示过 就是你可以放进去很多东西 也不会显得很拥挤 因为它侧面来说 其实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那这个厚度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东西进去 然后也不会让它的包包的形状变形 像我之前也讲了Wonderer的包包 它们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而且也是一个最近才成立的品牌 我不会把它叫做是一个网红牌子 因为我觉得它们还是挺注重质量的 而且设计出来的东西 也不是那种好像一两年就会过时的 暂时来说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小众的品牌 因为如果你去各大网站啊 小红书上面 其实现在能够分享的人来说 真的很少 有的时候买东西不一定说要多贵 但是呢 它要适合你自己 而且你要去看它的材质 你要去看它是不是真的 每天都用得到 如果你的重复使用率很高的话 像一个包包 比如说你的想象是可能 3000块钱以内 但是如果你是每天用 或者是一年365天 有超过300天都在用的话 它的性价比其实算是很高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好欧分享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